來到了我們的花旗心願聖誕節 HITO 愛連線 我是小冠 我是 Prime 我是小羽 小羽同學 好久不見 來到這個現場的朋友 收音機旁的聽眾 網路線的朋友來大聲的說一聲好 好的 先來現場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小羽 隔著這麼厚的牆 來聽到你們的聲音真的是 魔衣穿搭 非常地開心 放在你們 還聽得到 真的非常開心 然後聽眾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小雨 好久不見 還有網友 微博的網友 你們好 我是小雨 好久不見 你這樣一個話講三片 你也不會累 不會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小雨很開心 我真的在這個2012年12月7號 等到了再一次的小雨 再一次的發片了 感覺很開心耶 累積了三年的創作能量 應該這一次 有把很多你想跟歌女說的話 吃在你頭吧 當然 當然 這張專輯其實做了真的蠻久 先前後後將練三年 那其實過程當中 可能是有很多的狀況 很多的不一樣的想法 還有自己也在改變 所以拖了非常久的時間 那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 一直的帶我音樂的朋友 那或者是 你還不認識我音樂的朋友 就希望這一次 再一次對我來講是重新開始 然後希望你們會再一次 或者是第一次喜歡我的音樂 其實這個再一次也是感覺說 好像三年的時間了 小雨應該是這次回到了新人的心態 重新再出發 所以接受一些訪問 上通告會覺得不習慣嗎 還是會啊 其實像現在 我覺得雖然還是在電台 因為電台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通稿 對 那今天這個 對 那今天是比較 開放室的感覺 那還滿開心的 但還是會有點緊張 是喔 你也會怕喔 對 因為很多人在看 是喔 你都害羞喔 對啊 就是還是會緊張 怎麼可能 只有唱歌可能比較自在一點 唱歌是完全不緊張的 所以既然小雨都這樣講了 在今天晚上 無論如何節目當中 待會兒也要請小雨 謝謝 好 這樣好聲音 不聽太可惜了 不要問一下這個小雨 我覺得那時候這個電台首播 聽到你這個再一次這首歌啊 對 我就覺得哇 好歡樂喔 就是感覺放了一些正面的能量 對啊 所以你這次 希望你是透過裡面的一些歌曲 給大家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這三年當中 你自己這個大概累積了多少的 創作單曲 累積多少啊 其實很多沒有發表的 對啊 很多沒有發表 到現在應該 保守估計有 大概上百一首 好 差不多 對啊 那 其實一直都在寫 可是很多沒有辦法 及時和你們分享 但是從這一張開始 希望不會再讓你們等太久 真的啦 以後就三個月發一張嘛 竟然都一百多首了 三個月發一張啊 是拍影的 宣傳人員會那個 同事會忙死 沒關係啦 忙話 忙病態或者忙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聽一下歌囉 我們先聽開這首 再一次 好的